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也是进入了星期二 东方就进入了中午 这边是一点多中 东方就是12点多 好,今天就是星期二 10月4号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昨天星期一 10月3号 看到的意象 那昨天我是忘记去算 差不多有十几 然后有miss掉两三个 因为怎样 因为昨晚 因为我生病晚上吃那个药 会爱睡的 所以我睡到一点多去睡 睡到将近一点吧 忘记了 当时三点多 就看 醒来看意象 看好几个 当时就是记得不清楚 因为太爱睡了 当时因为那个药的反应 所以很爱睡 当时我说我还是要记得要记得 所以有些就漏掉了 也不是漏掉是记得不那么清楚 请大家原谅一下 当时神都知道 我相信他也是考验我 到底我有没有这个意志力 意志力这个坚强到最后 就算真要醒过 我还是要醒来 要记下去 不可以立立 你不可以丢掉 有没有 大家 所以我们走在这条路上 我们一定要记我们的能力 就是 不要把神的事工 看得要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这种的心态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紧紧追随着主耶稣 走到最后 那要记得 永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 是三位一帝的上帝 天父 天子 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与生命 没有主耶稣 就没有救恩 就不可能到父哪里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 存心 存意 存立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 像爱自己一样 那要记得主耶稣吩咐 我们准备上进礼物 就是信心 爱 心与盼 那在此呢 谢谢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的努力 把这个福音天国经了 介绍给别人 跟别人提起 跟他们讲节 跟他们一起祷告 也需要为他们祷告 那你说 莉莉啊 那我的工作不是很多 我没有这个时间 不要说没有时间 在厕所也可以祷告的 OK 因为有时候你坐在厕所很久 你看你都手机做什么 如果你看神的话就好 对不对 就算你去洗手间 你听神的话也可以的 我相信神是不介意的 好不好 那谢谢凯文弟兄每天把信息英语华语的 uplog在YouTube里头 我知道这是很辛苦的事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把功课做完 那我不知道凯文弟兄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 莉莉我每次没有家进去或者一点做错 你都知道 因为我呢 是上帝叫我去查 叫我去看 不是我故意要每一个人去查去看 没有啊 所以凯文弟兄 不是莉莉要去查你啊 不是 是因为神叫我进去看 那就发现你漏掉了什么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做错了 日子写错了 还是什么 所以不要怪我 真的是上帝叫我进去查的 那也不是每一天查 我是久久一次 是神叫我我踩进去查的 大家 我没有跟大家讲谎言 你问凯文弟兄 他不一定 他认为我故意每一次都去查他 没有 不是这件这样的事啊 好 很多东西 他有些就是说 没有加进去 我觉得 无所谓啦 就这样过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大家 我们继续努力 因为我们是同路人 我们把工作做得好 好 讲到这边 先今天的 就先给大家 问神 要什么信息 他是简单的 就是Hallelujah Media 那这边呢 是我想是一个传道吧 因为他没有跟我们解释什么 就是 就是读神 读经文 但是这个经文 我觉得当他读的时候 就是很清楚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华语讲得特别好 而且非常清楚 当他读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就立刻记收了 而且就知道圣经里头 跟我们讲是什么意思 所以不需要他去讲解 好像我们都知道 有没有发现到 OK 那今天呢 就是讲到 主耶稣的受洗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然后呢 同样的第三章 十三节到十七节 那英语的 我也有放上去 英语的是 有一个channel是 教会的一个牧师 在讲节经文 那是罗马书第三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六 如果你懂得英语 你可以进去听这位牧师 当时这个是 特别为我们肯定 我们的信心的 那我就读 这个经文 罗马书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就是英信称义 英信称义 我觉得有些人读过这边 不一定就认为说 一次得救 远远得救 不是这样的事 大家你读清楚一下 主耶稣没有说 一次得救 就远远得救 没有 我们跟着主耶稣 相信他的话 我们一定要跟着 他的道而行 而且主耶稣 给我们两个大揭秘 非常重要 我们每天都讲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相信 主耶稣了之后 不可以再回去 以前的旧生活 不要再过去 以前换罪的生活 也不要亏欠三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读一读 你有这些概念 我们读这个经文 你就会更加了解 上帝讲的是什么 我们进去二十二节 人只要信耶稣基督 人只要信耶稣基督 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 我们的之罪而死 就是这样 不是 人只要相信 耶稣基督 就可以被上帝 称为义人 没有一个人 例外 就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称为义人 那你说 比如说你今天跟我讲 莉莉 我相信就好了 我已经是义人 没有 圣经讲得很清楚 保罗讲过 雅各也讲过 主耶稣 每一点 你看他讲过 都是说你要有动作 你不可以回去旧生活 旧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 得罪的习惯 没有荣耀神 那种生活 所以第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放了罪 我们每个人都放了罪 我们其实我们往往都会换罪 有没有 当时我们就立刻会改 不要再像以前 这样继续下去换罪 所以因为世人都放了罪 亏欠上帝的荣耀 二十四节 但蒙上帝的恩典 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世人被无条件的称为义人 有没有 因为上帝的恩典 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今天我们称为义人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是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 得到主耶稣的救赎 那二十五节 上帝使基督耶稣成为赎罪祭 那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每次讲到十字架 有没有 这是赎罪祭 那以便人借着相信耶稣的宝血 可以得到赎免 所以我们每一天靠着主耶稣的宝血 给来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每一次看到圣灵在洗呀 洗呀洗呀 好一阵子没有洗了 好像几个月没有看到他洗了 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都犯罪 我们每一天还是靠主耶稣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因为主耶稣 他自己拿掉我们的罪 我们就得到赦免 相信他就得到赦免 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不是靠人有多本事 不是靠人有多么厉害 不是靠人有多么神圣 不是的 是靠罪 基本的就靠主耶稣 但是跟着他作为他的门徒 我们一定要跟主耶稣以前怎样做人 我们也要怎样做人 因为我们相信他 你相信一个人你就跟着他 你不相信你不要跟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因为上帝主耶稣用忍耐的心 匡隆人过去的罪 所以过去的罪不再提了 不再提了 那26节 好在现今 显明他的义 那以前已经过去都过去了 上帝已经赦免了 不要再一直回去以前 有没有 所以他说现在呢 就要显明 好在现在就显明 主耶稣的义 使人知道 上帝是公义的 他也称他 上帝也称信主耶稣的人为义人 OK 这边他也可以代表 当然是代表上帝 那你要上帝是三为一体的上帝 那这边你可以说你要上帝 你就说是阿爸父也可以 那我们通常就是也可以 讲阿爸父讲主耶稣 对不对 那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 所以三为一体的上帝是我们相信的上帝 好 讲到这边 大家希望会清楚 上帝是公义的 OK 所以是公义是公平的 而且是 怎样讲 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神拆取了我们这个解码 然后要我们很努力的 因为怎样 他有很好很好的权利要给我们 要有他有很好很好的礼物给我们 只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跟着他的话走 有没有尊敬他每一天的道 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 好 现在请大家看 Journal Page 还有今天这首歌是这个小孩唱 我觉得他唱得很好 就是Precious Law Precious Law 宝贝的主耶稣 Take my hand 就是牵着我的手 有没有 我相信小孩子像他这么小 三岁说四岁五岁 OK 他们有些真的认识了主耶稣 他们有些重生是四五岁就重生了 好不好 大家继续努力 Amen 好 那我现在讲真的配偿 我就把它快快走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我那一天也是生病 也是眼睛不能够 所以就漏了一天的 但是已经给大家听 余牧师的道 加起来有四十多分钟 所以第二天我才给大家 分享这个看到的意象 所以就好像漏掉一天这样 所以变成说 我们现在要追上去 要追上去 所以大家辛苦一点点 那现在我尽量把它缩短 好 大家请看第一 我就不多讲 照常的是28号29号11月回家 那我就放这个我在这边 因为前天有看到我对不对 然后昨天我跟大家讲 我就是放在第一的第三格那边 中间那边 不是中间 像日期的下面 我 我就是七话 也就是神神圣的数字 我 然后我呢 就是摩西问三帝 我要跟我的子民讲 名叫什么呢 他说我就是我 昨天天看到我是 昨天跟大家讲了 三帝就是现在跟我们讲说 这个我就是他 OK 摩西讲的上帝就是我们现在相信的上帝 没有改变的上帝 好不好 好 昨天呢 我有看到 I 说 什么是I呢 I就是我 OK 会懂得英语的人 I I am 我 OK I am 是我是 昨天就是看到I am 然后也写华语的字 我是 对不对 前天吧 OK 所以三帝说 他说 他自己在说 I说 就是我说 三帝说什么呢 好 我们就看 接下来是 我看到这个 就是什么 我的姿儿 他们以前我上面开始的这个令 是从神而来的话 我生很会用这个令的名字 从神而来的话 然后就看到 其实我是看到他在很多那个几个名字当中 他就走到这个从神而来的话 然后神那一端呢 从神那个端呢 就变成光 什么意思呢 神就是光 OK 神就是光的意思 那从神而来的话 就变成从光而来的话 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 前天看到的不是也 中间一个男的在他前面 有一场灯 有没有 有一场蜡烛 有一串 有一个蜡烛 顶坐 顶坐 那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有蜡烛的 就是从这个世界 啊 怎样讲 世界 人之相 就是世界 要变成 天堂的 英语叫做 说 我里变成 Heavenly OK 就是 你没有世间的思想 OK 你的心是阳光着上帝的 所以点蜡烛是从一个不神圣到神圣的时间 有没有 从不神圣到神圣 所以上帝说他是光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蜡烛也是代表上帝的光 那接下来呢 是看到一个没有 外面没有纸啊 就是蛮久的一个罐头啊 那大家都知道东西放在罐头里面是很耐的啊 要当然要看哪一种事物啊 那如果纸条放在里面 当然会远远远远在那边啊 我相信了 很久很久啊 那这个罐呢 这个罐头 他已经打开了 他已经要那个 Cane Opener 已经打开 但是只是没有张开而已 在等着时间就张开 就是回家的时间 然后呢 是看到六三在东北的方向 六三 OK 六三我们之前有看到 当时写的方向有点不一样 位置也不一样 那六三就是华人的11月6号 东方回家的一天 三呢 我相信是代表三点多 三点三点多早上凌晨啊 三也是代表王了 然后呢 我就看到主 拿着这个啊 狼色的啊 深狼色的彩色笔 然后在11点更到5点的单位 这样给我看啊 那给我看 那11点到5点 也可以说是华人的11月5号 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 那也可以是 阳历是11月29号来讲 5点的单位是29号 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好 好 接下来呢 看到六八 我刚才才发现 上面有六三 下面又有六八 虽然时间相差了几个小 大概有两个小时这样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 两个一项都有六 但是不同的就是一个有三 一个有八 不是常常跟我们讲的三八吗 三八 三八过了 什么三八呢 三八也就是三点四十分 OK 现在六不是11月6号是东方回家的一天吗 三八是什么 就是三点四十分 OK 三八 那我们现在知道三八是什么 三八就是三点四十分 早上 东方回家 OK 我相信就是或者是门光了 就是知道有三八 就是知道有三点四十分 好不好 那是不是回家或者是门光了 还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我相信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很怕神有看到字 不一定 那个不一定呢 是代表什么 有好多意思 好不好 那我这一次历历学乖了 不要Terry 除非神真的很清楚跟我讲 我也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讲错话了 好 接下来 是看到这个窗门 这个窗门呢 已经打开一半了 已经在打开 这个就是代表 最后的四个月打开多么大 然后就看到外面 另外一端 OK 就看到很强的光过来 这个很强的光 就是新天新地的光过来 也就是这个主耶稣就要来了 就要来了 越来越近了 这个天路越来越近了 要来带我们回家 那接下来是这个窗 是杠窗 杠窗是银色的 银色就是代表救恩 那这个钢锅 它的手把是在五点的单位 那我就不多讲五点了 然后它有盖子 那盖子是不是直见到了 它的盖子就打开了 我们就进去了 这是一个比喻好不好 那我们就带回家了 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 就是洗网 洗好了 你放在一个架子 有没有 等它刚了 那只是棒干 你把它擦了 放在厨里面 你放在那边 让它刚 刚是什么都没有了 只看到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呢 是玻璃杯 OK 我家人用到了 就是蛮好用的 是 能够耐热的那一种 OK 那玻璃杯 玻璃杯是透明的 那透明就是什么 就是透明了 就是说我们看得到 如果透明 我们会能够看到另外一端 所以就好像玻璃门这样 你能够看到外面 有没有 意思讲已经清楚的 给我们看到了 好 接下来是 萝卜 红萝卜 那红萝卜呢 它是四点的单位 到十点的单位 四点到十点 然后有两条 两条的意思就是 代表十一 十一 OK 那十一 四点的单位 就是十一月 十一 十一 那四点呢 四点的单位 也就是二十八号 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 然后十呢 十就代表完了 而且呢 在我这边 纽布拉斯瑞 应该是 二十八号 非常有可能 下四点多回家 如果东方是 三点多凌晨的话 好 接下来 我有看到黄瓜 中国人叫黄瓜 好像马来西亚人叫青瓜吧 OK 五万金叫做什么 就是cucumber 两条 那神是这样 我看 看过去 他在冰橱里面拿给我看 那我不用画冰橱了 冰橱拿个一条给我 就在我的前面 一条长长的 比我画的更长 青瓜 黄瓜 然后呢 在旁边又有一条 旁边一条是 十一点到五点的单位 这样 那这个就是代表华人的智力 有两条 所以变成十一 一条是相当五点的单位 就是十一月五号 一个是十一月六号 那就是华人的智力 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一个锅 那主呢 就拿那个痛 你知道痛吗 在马来西亚 很常人家 拿面 拿菜 有些就是用那个 好像夹子 这是什么了 不是筷子 是那个铁做的 假做的 假做的事物的 是假做拿那个粥拿起来 放在我面前给我看 哇 那个粥是三层粥 那是不是代表三个月 那这个三个月 就是以色列人的 现在是 然后呢 就 然后就 第三个月 当时是第三个月的月头 回家 OK 所以这个 三层粥 而且粥的意思 也就是说 给我们这些成熟的基督徒 吃的 OK 那如果不成熟呢 他吃粥 吃的太硬了 给他 他通常会吐出来的 所以呢 如果每一天有听我们的信息 然后你听得很开心 那表示你已经成熟了 如果你听的 你越听又讨厌 那就就是 还是baby 那你就要自己 多听一点 比较简单的了 不一定 你就灵命之良吧 灵命之良 有时候也是蛮生 灵命之良吧 OK 或者比较简单的 好像我每一天讲的 你觉得太难 其实不难 就是你愿意不愿意付出你的时间 你愿意不愿意多学一点 从神而来的话 不是从人而来 是从神而来 那神这些时候一直跟我们讲 我每一天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 所以大家多多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糖果 阿爸付给我们的 好 接下来 是看到一个锅 这个锅是黑色 我没有采黑色 因为如果黑了 很多都看不见了 黑色的锅里头呢 有汤 汤水 然后它上面呢 浮着那个什么 青葱 你要青葱吗 Spring onion 然后是切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然后呢 差不多有八九段这样 不多 否在上面 然后它就不是立刻拿掉 给我看多清楚一点 它就照着有一条 它意思是这样 Lily你注意 一条一条 你要注意有几条 后来才发现是要注意几条 但是我差不多知道是八九条这样 如果是八条的话 18个星期 8乘7就是56 昨天呢 就是56天就回家了 有没有注意到 几次了 上帝都是跟我们讲 你看 现在剩下多少时间 剩下82天 剩下70多天 这样一直跟我们讲保数的 有没有 所以大家要注意多一点 要回家了 那接下来 不要被留下来 那接下来 我有看到up up就是上去 然后也有看到箭头 箭头 OK 上去的箭头 所以大家一定准备好自己 准备好家人 好 继续努力 感谢赵美旧 Amen 我们下来